作词 李宗盛 在迷乱 失望 苦 空 无常的梭婆世界中 人们对于佛教信仰最为熟悉的 莫过是混沌购会的五浊恶世之外的西方极乐世界 在阿弥陀经的记载中 齐国众生 无有众虎 但受诸乐 故名极乐 西方极乐净土 乃是阿弥陀佛的愿地 辅佐阿弥陀佛西方净土的两尊菩萨 分别是观世音菩萨与大士之菩萨 观世音菩萨 其浑身旧谷的大慈大悲 在累劫累世 如横河沙般众生 因迟念佛号 得救的相应时机屡见不显 在众生的形容中 观世音菩萨也早已是众生 感身相应 临为救难的大菩萨 相对于观世音菩萨 西方三圣中 作为阿弥陀佛幼邪的大士之菩萨 在世人眼中莫许陌生 却是以念佛三昧 得三摩地 证悟 远通八地菩萨火味 更与观世音菩萨同发大慈悲愿 得佛受祭 于未来世 将既观世音菩萨成就 骗出功德光明火之后 入谷佛位 成就佛果的大菩萨 根据《悲华经》的记载 得大士之菩萨 于宝藏佛前发愿 愿我世界与观世音等无有益 又依悲华经卷三所述 当阿弥陀佛入灭盘后 由观世音菩萨补其位 观世音入灭盘后 则由大士之五处成佛 愣言经《大士之菩萨念佛原童》中 更记载大士之菩萨 于阴地时 以念佛入心无身人 的修阴正果过程 也因而能够于 今设此娑婆世界之念佛众生 归入净土 关于大士之菩萨名号的由来 据《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中记载 但见此菩萨亦毛孔光 即见十方无量诸佛静妙光年 事故好此菩萨名无边光 此外 经中也描述 此菩萨以智慧光补照一切 令众生离三图得无上力 又笔行使 十方世界一切地界震动 故称大士之 纵观诸章经典所述 大士之菩萨泛名 因译为 磨合缩态磨矿度 或称磨合纳波 意译为得大士 大精进或无边光 略称大士之菩萨或士之菩萨 于大日经系的经典中 列属观影 密号为 现愤怒相的金刚手菩萨 与观世音菩萨 同为阿弥陀佛之佐助 三者合称西方三圣 大士之菩萨 以其智慧之光 普照一切 能令众生脱离三圖之苦 得无上静妙光明之加持力 其行貌 于中土或金刚藏语 各有庄严之不同记载 据观无量寿经记载 此菩萨身量大小 亦如观世音 举身光明照十方谷 坐紫金色 有言众生 皆喜得见 诱到此菩萨听馆中 有五百宝流化 一一宝花 有五百宝台 一一台中 皆现十方 诸佛静妙国土 广常之相 顶上肉祭如波头花 肉祭上有一宝瓶 圣诸光明 普现佛事 大日金卷一 巨元品云 化得大世尊 彼伏商须色 大杯莲花手 滋容而未出 意思是说 大世之菩萨的衣服 颜色 是静如角月的银白色 大慈悲手持莲花 莲花饱满 还未盛开 摄无碍精云 得大世菩萨 顶上五季罐 罐中 祝君池 身像白肉色 左定白莲花 又会说法应 妙满宝音乐 延伸如观音 可见大世之菩萨 身像 表法之中言 尤其 观无量寿金 于观大世之菩萨 一章节中 强调了 大世之菩萨 顶纪上的宝瓶 此一特征 也成为 大世之菩萨 外在形象上 最广为人知的特征 而这个特征 在坊间 也流传着 极为感人的传说故事 今天也是个大家词 今天在佛教 叫做大世之菩萨 圣诞 那么大世之菩萨 它也是一个特别的成就 叫大孝大世之菩萨 想说 大世之菩萨 当初出家的时候 是因为一夜北部 他爸爸妈妈往生了 他的出家 是想要超度他的父母 所以一种 一边的骨头乎 那么活化完以后 就把它放在头顶上 用这支杆 把骨头乎放在头上 然后呢 就去拜他的师父说 师父啊 我要出家了 我出家的目的 是希望 我出家精进修行 能够让我父母超度 乃至也能够让我 父母有能力 去帮助其他的众生 所以他非常的精进 那因为非常的精进 后来得到成就 正的八地菩萨 哇 他的背部的骨头啊 居然发光 所以大世之菩萨的头顶 永远发光 是他爸爸妈妈的骨灰 这个光 永远在照处的众生 下面叫做大世之 大世之也叫大智慧光 他不管减了什么时候 这个光一照 那代三徒众生 地下跪就一定超度 他爸爸妈妈在头顶的光 所以叫大世之 这个伟大的力量 到那个地方叫大世之菩萨 站在父教嘛 叫做金刚守菩萨 这世界上最有力量 叫金刚守菩萨 所以所谓大世之菩萨 站在父教来说 就是因为大校的力量 大校的力量 由孝顺自己的父母 进一步呢 愿孝顺所有的众生 希望我的北部敲斗 更希望我的北部能力敲斗 其他的北部 其他的众生 所以这个骨灰就发光了 另有一说 是后人尊为净土宗 第十三组的阴光大师 相传是大世之菩萨的化身 传说 印光大师 到上海居士领奖 弥陀经时 有人于梦中 遥见观音大事稿约 大世之菩萨 在上海教化众生 又云 印光和尚 是大世之化身 四年后化缘必移 延期而已 根据佛教净土宗年表记载 印光大师之事即也 欲知时至 云 念佛见佛决定神兮 面兮端身振作 主父弘扬净土 后不赋予 只纯动念佛 在大众念佛身中 安详西式 诸根 月遇 正念分明 舍抱安详 如入禅定 此外 大世之菩萨 其形象 在金刚称的经典当中 也各有说法 如唐卡中的大世之菩萨 是头戴宝冠 身披荆段 以蓝色身 显愤怒向的金刚手菩萨 右手持金刚处 侧坐法台 面向祖尊 于密教 献土台藏界曼陀罗中 位于观音院内列上方第二位 全身肉色 左手持开合莲花 右手去中间三指 置于胸前 坐于赤莲花上 密号持伦金刚 三昧也行 为未开夫这莲花 大世之菩萨 以其念佛三昧 入无身人 得三摩地的成就与证悟 关于大世之菩萨的素食因缘 根据《悲华经》的记载 大世之菩萨 与阿弥陀佛 即观世音菩萨 在过去时 当阿弥陀佛 仍为转轮王时 观世音菩萨为太子 不炫 大世之菩萨 即为第二王子 名字为尼摩 当时宝藏如来 帮转轮王 及第一太子 授记以后 第二王子 也禀白佛陀说 世尊 如我种种 所有身口异业 清净无染的福的善根 全部回向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观世音菩萨 刚刚出臣佛道时 我必于当时 首先请佛大转王 随着彼佛说法 度众生所经历的时间 与其中间 行菩萨道立意友情 此佛入灭盘之后 等到正法灭尽之时 我警灵其后 入府佛位 圆满成就 无上正等正觉 当我成佛之后 所作弘法立身的种种博士 我国土世界的种种 精进庄严 以及入灭盘后 正法注释的时间 都可遍出功德 光明佛所作的 所有的平等 无差异 当时宝藏如来 便告诉第二王子 你今日所愿摄取的 清净庄严国土世界 必定如你所愿 你将来 如是最殊胜的 清净世界 成就 无上正等正觉 由于你发愿 摄取 广大 殊胜 清净庄严的 世界固 因此 命名你为 德大士 成辱 故事当中的因缘成就 大士智菩萨 与观世音菩萨 同恨同愿 累劫累世 互相为礼 辅佐阿弥陀佛 成就西方净土 成就 无上正等正觉 意愿次第 成就 佛国净土 修行功德 等轮殊胜 根据大佛顶首 冷言经 卷 念佛原童章 当中记载 大士智菩萨 于英帝时 以念佛心 入无身人 修正 念佛三昧的法门 不仅是后世 诚心修行者 受持的法要 更成为后世 静踪行者 念佛修行的 重要准则 大士智菩萨开始 以念佛心 都设六根 敬念相继 得三摩地的正 正言了 十方如来 连念众生 如母义子 若众生心 一佛念佛 献全当来 必定见佛的 殊胜正量 怎么念佛呢 都设六根 敬念相继 得三摩地 实为第一 所以修行人 要六根清静 六根清静 不是眼睛不要看 耳朵不要听 六根清静 是你能够眼睛看 但不执着 控制你的眼睛 都射 射 也只要看 但是眼睛不要有分别性 耳朵要听 但是如果你 跟你 一看 一看轻 只要听好听 不要听 拍听 那你也没办法 耳根清静 所以 要都设六根 要控制我们的 眼耳鼻舌生意 射 就是你看那摄影机 那摄影师 都要给它丢掉 要给它丢掉 像你在开车 开车 手到 脚到 眼到 你怎么知道 度过 度过就到极乐世界 你要都设好 那修行就像开车 就这么简单 你随时要控制 该快该慢 要超车 要打方向灯 那你要随时 完全的控制 你自己的 眼耳鼻舌生意 不然 老实说 各位在流的惊 哦 看到眼耳的漂亮 就多看两眼 你就控制不了 都看两眼 皮就香 哎哟 把头又咬了 然后呢 哦 这支嘴 你也控制不了 哎哟 猪排 牛排 哎哟 咸酥鸡 明明说要吃菜 不要菜 粗的粗的粗 粗的粗 师傅你吃菜 我吃粗 说你上天堂 我准备下地狱嘛 控制不了啊 蛇根控制不了 生根 所以各位 人都有一个身体的欲望 性欲 那你能够 你能够断除它 控制得很好 你看多自由自在 所以 眼耳鼻舌生意 你都能够进化 才可以 所以 静念相继 所以这个清静的念头 什么叫清静 两米多佛 帮助别人 该孝顺父母 都是这个 没有不好的 没有分别心的 只有付出的 清静不是没念头 水和你清晰的 水的 像那个吸水 很强很强 静止的流水 什么叫静止的流水 静止是代表它 没有欲望 但是它却在流动 所以各位的 心相续 我每天就在想事情 我每天就在做事情 我每天就在讲话 每天都在忙碌 但是这个忙碌里面 是个流水 但是这个忙碌里面 你要保持 都舍流根 清静的念头 不离开慈悲心 不离开智慧 静念相继 得三摩地 三摩地是代表 用心灵的状态 一种内心 不离开慈悲的禅定的状态 叫三摩地 我们叫三妙三菩提 三菩提 永恒的悲心 永恒的愿力 就像地中恩菩萨 永远把众生当母亲 这也是一个三摩地 大士之菩萨 永远要孝顺自己的父母 跟所有众生 叫三摩地 所以各位 如果你得三摩地 你就会说 哎呀我好烦哦 哎呀我好痛苦啊 甚至 哎呀我不想要去帮助别人 这个三摩地 已经变成你的生命了 我挖掉的 就是要帮助众生 但是如何得到三摩地呢 独射六根 敬念相继 得三摩地 那大士之菩萨 已经把这个告诉我们 但是如何 独射六根呢 也告诉我们 如母义子 阿弥陀佛 永远在想难 但是老母在想惊 惊惊老母就没得到 老母百分之变 惊惊 惊惊老母 念阿弥陀佛 那你就一下子 那你就正得无神人 重点是你的心 但是你有这个心 你就会有福保 然后你就把佛的种子 延续 佛种不断 所以这叫做 大乘福高 大乘 就是你发起 波度中心的幸福 所以叫大乘佛子 但是如果你已经 圆满正的空性了 那你保证成佛 所以叫法王子 所以这个圆满的空性 我们叫无神人 两阿弥陀佛 到世风去到世间 就是希望自己 能够正的这个无神人 像各位现在 我们叫有神 什么叫有神 你还没欢喜 你还没想起 你还没快乐 你还没痛苦 叫有神有灭 那就有疼苦 那无神人 是什么 这个世间变化无常 你对我好 这边的 你今天对我很好 明天才给我批评 今天拿东西给我吃 明天才给我扒 那都没关系 我的内心依然平静 你现在叫我上天堂 度众生 我也去 明天叫我下地狱 跟地狱一起受苦 你还没生 你还没死 很难 在死伤里面 度众生 我也去 这个叫无神人 因为你到达那个心态 你就没怕 对你来讲 那痛只是一个感受 快乐也是一个感受 是假的 你只是利用这个感受 去接触众生而已 所以各位 修行就要修行 你不能很情绪化 哎呀 很情绪化 很依赖别人 都不行 很执着 所以呢 能够不起心动念 再清除一切 这个叫无神人 关于大师之菩萨的愿力成就 在佛说 《观无量受佛经》当中叙述 此菩萨修行时 十方世界一切震动 此菩萨坐时七宝国土一时摇动 极乐世界转名重宝普及庄严 佛寿无量 大势智菩萨亲自供养持奉 并承其后入补佛位 成就佛国 好善术功德保王如来 一切成就 决于观世音菩萨成佛时无益 大佛顶手冷眼睛中 更清楚表述 大师之菩萨 于因地实 专注一心 异佛念佛 终于震入无身法忍的远同境界 才能得到佛的授记 在当今的娑婆世界中 涉住念佛的人们 归于无上清净光明之境土 所以大师之菩萨说 我本因地 我阿妹成就以前 就是于这个念佛的心 入无身忍 各位要很羡慕啊 以念佛心 叫因入无身忍为果 这个无身忍就是 推进我们所说的开悟 净到破裂空心 那净到破裂空心 你保证成佛 八地菩萨了 不动地了 入无身忍 所以 所以今此 今此金鱼世界 射念佛 所以现在 报佛恩 在这里 娑婆世界 立法 立法就是狗法 念佛的人 回归净土 叫导归净土 所以 佛啊 你问我正在圆通的方法 我无选择 只有一个方法 督色六根 净念相继 得三摩的 思为第一 佛要问这个圆通大事 你怎么醒乎呢 你怎么净到空心呢 你都共传 共传要 那我们后面学习的 按照他自己的根气 去修行 其中 大四肢菩萨的方法 最简单的 专心念佛 必定见佛 念佛方法 虽然在净土法门的 经典章论当中 各有殊胜 但大四肢菩萨的 念佛原童章 以母子相依的道理 说明专心异佛念佛 终能见佛的 敬念觉悟 简单的辟语 却能明白指出 念佛生净土的 殊胜觉醒 陈旧 赦念佛人 归入净土的 大智慧光 与未来佛国之 无上净土 农历 七月十三日 是指大四肢菩萨 圣诞纪念日子 除了感念 大四肢菩萨 念佛法门的 殊胜功德之外 更因珍惜菩萨的教会 效法大师至菩萨的精神 实时一佛念佛 做佛亲子 相光庄严乃至三叶清净 都摄六根 祝无身人 得三母地 与佛相弃相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